Hello 大家好 我是包音生 我身边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刘亦菲 大家好 其实我们刚刚看完路易威能的大秀 这次其实是尼克拉斯加入路易威能的10周年 所以这场秀真的很震撼 不知道亦菲觉得这场秀怎么样 我也是老朋友的 但这一次依然感觉 尼克拉的这种自由和他的艺术性 我很喜欢 因为我是喜欢有自己个人的想法在里面 并且可能是引领者 他很多的元素非常大胆 确实是一代的设计大师 天呐 我现在跟 亦菲在一起感觉特别的激动 因为真的太漂亮了 你今天这身造型 其实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看 帽子也很特别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他们给到我参考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好的 因为它很有代表性 很完整的一套look 之前参加上一次的时装秀 造型是比较酷的 所以这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很好奇 其实平常亦菲的造型 是更多是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还是会有很多专业造型团队来帮忙 活动的话都是交给喜欢的造型师 平时真的就是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演员可能更重要的是角色 那平时就做回自己 是 因为我其实很爱看你的plog 然后我发现好像你去不同的城市旅行 你都会做plog 然后有时候也会拍一些vlog 我很好奇这位来巴黎 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机会 还没想好 我觉得我像是比较随性 发微博也是 有时候想起来了 就连着发 的时候想不起来 可能几个月都不发 其实我们感觉到 我觉得那个plog的照片 都是那种很随意的感觉 对 那有什么城市是你觉得旅行起来 特别好玩的吗 我确实不只是因为 我是阿布扎比的旅游代言人 但是就觉得这个地方 让我感觉每次去的时候 就想多待几天 我喜欢有一点抑郁风景 然后又很放松 因为它的沙漠和海 是都有在同一个地方 我觉得那个确实是 对于我来讲 拍完戏很好的一个放松 其实我也喜欢阿布扎比 那边就是又抑郁又特别 它有很多度假的氛围 有的 那我还很好奇 你的姿服的话 会更喜欢什么样的时装风格 我自己觉得 我有两种心情 有一种就是 一套个西装就能走 再一个就是 我见朋友出去玩什么的 有时候买一点小裙子 小靴子搭一搭什么的 你知道我是研究包包的 之前其实亦飞 带红了很多陆月亮的包包 像Nano Speedy 像那个圆饼包 那作为代言人 只能推荐三款陆月亮的包包 你会推荐哪三款 之前有风 其实是因为符合角色而是这样 但是你要说三款 我最喜欢的还是 Copy Sing 和On the Go 还有Twist 我喜欢那种能把大手机塞进去 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放大包里 那随身带的 其实一个手机 一个唇膏 一个小卡包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依飞姐姐后面有什么 进组的打算吗 可以给我们偷偷透露一下 我还没定 因为我觉得每拍一部戏 我自己还挺耗能量的 我会希望让自己回归到一个 又有灵感和新鲜感创造感的这个状态 再选下一个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 谢谢 天啊 今天太开心了 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 那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